说起成龙,我想应该没有人不认识这位世界级的巨星吧,但成龙不仅自己是位影视大咖,而且他还善于时必有强力的人,并请乐于去培养新一代的年轻的艺人,吴彦祖,就是其中一个。 而吴彦祖也并没有让成龙失望,凭借金战的演技和帅戏无比的容貌走红,甚至到今为止,他一共环配影帝提名了两次,足以构证明他的实力,他还一度成为了国内二千少女心中的男神,外貌的气质也是十分的迷人啊。 吴彦祖的家境其实特别的好,从小家里面就特别的富裕,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十分爱舍之人,在八十年代的时候,就买了一辆宝石结911。 吴彦祖那时候虽然还小,但对车的热爱程度,早已经迷恋的不行,16岁的他刚拿驾照,就立马跑回了家开着父亲的宝石结出门都疯。 但随着吴彦祖父亲年纪的增长,这台宝石结就不怎么开了,后来曾打算卖掉,但一想到陪伴二十多年,有些不舍,后来这台车也就保留下来了。 吴彦祖在采访中说道,除了在香港的住宅里停放了很多辆车,在加州,他同样也有一些能够日常代步的车,最常开的就是特斯拉ModoS和丰田普瑞斯, 宠奇狂魔的吴彦祖给妻子买了一辆路虎懒生运动款,因为妻子中爱骑马,但去农场的过程中需要走一段逆逆的路,有时候甚至需要用马来推车。 这款路虎懒生具有良好的越野性,动力方面也很不错,是一辆非常实用的车型,吴彦祖前不久买了一台福克斯RS,这辆车对我来说,更像是个玩具。 它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以外的娱乐需求,本身它的另外就是一辆小钢炮,它是一款典型的半出赤虎的车。 媒体曾拍摄到吴彦祖开着一辆奥迪Q7到海边冲浪的图片,这辆奥迪Q7外形大气,动力强劲,配置豪华,操控性优良。 在越野方面,它强劲的动力令人惊叹,吴彦祖的这辆奥迪Q7是埃格斯宗色,成熟稳重很符合男神的气质。 2014年12月4日,吴彦祖晒出林肯做驾照,不过因其外星互赐桑塔纳,还被网友调侃倒是教练车。 后来,吴彦祖自己玩豪车还不够,甚至对改装老夜车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,他对一款日产旗下的达特三510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 在2017年的时候,吴彦祖通过各种渠道,甚至不惜高价,从犹太州买到了一辆45年车林的达特三510,并运回了加州,开始了他的改装老夜车之旅。 吴彦祖对这辆车可是极为的爱护,他在网上不时的发布一些他改装这辆车的过程,而且改装的过程也是极为的困难,毕竟都生产那么久了,想找个原车的部件都找不到,但是经过他半年的整改,最终改装成功。 他的巨量达特三510甚至还成为了2017年,美国FEMA改装展上的焦点,被评为十大改装车之一。 在20、14年间,很多人都非常好奇,吴彦祖为何突然选择了弹出娱乐圈? 而且那个时候,正好是他的事业巅峰。 其实,那一年,吴彦祖的母亲刚好去世,即使那个时候片酬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500万,他为人辞,最终还是选择了孝道。 放弃了事业,他解散了自己的团队,选择去美国陪伴父亲,后来,才渐渐的又回到了娱乐圈。 感谢观看